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前列腺癌有什么分别等等 今天谈谈究竟如何医 其实前列腺肥带会不会比较难医治 还是会不会比较长手末 可以这么说 第一件事当然是要用药来吃 因为上次我说过 胖肝下面有前列腺 肿大就拿着尿背 所以第一件事如果真的令你有症状 夜尿之类的 第一件事我们医生会先用药 用药基本上最第一件药就是吃 盡量把管放松 因为其实每一个管里面都有少少轻微的肌肉 不是平时的肌肉是很小小的 我们称为软肌肉 基本上是会将你的管 不是硬性的 即是它的力度 即是硬的管还是软的管 如果越硬的话 收紧的话 如果你本身在外面有一个情绪 握住你还要收紧的问题 所以譬如说 尽量吃药 将它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令到你的膀胱在上面 譬如它一握膀胱 膀胱基本上是肌肉 它将尿 硬壁 然后尿可以换出来 就可以去到疏弱 输长一点 那你的力度没那么大 那你可不可以赚到疏弱 但这些会不会真的被初期患者才行 是的 多数是初期 如果是可能已经是严重一点 未必可以 是的 那要视频azione的肥肤肤大 上次我讲的话 例如说三十克 如果就去到80克以下 都会尽量吃药来示范 其实吃药可以控制多久 会不会其实可能 只能做两三几年 应该多数要再次过周運 去另外一些治疗 就一人而就 有很多试下 我又有很多病人都很好 吃吃一剂药 一路都 一路都没事 会不会停药的呢 会不会不可以再食? 有時停下來就要離開,要小便 有些吃吃吃吃吃純了,其實不是食純的 多數是前列腺腫大了一些 例如我上次講過要加藥,重點手 上次講過除了將管放鬆之外 另外因為是荷爾蒙的問題,紅性荷爾蒙 紅性荷爾蒙基本上不要發作得那麼厲害 因為它是不調,因為稅數的問題 紅性荷爾蒙會刺激前列腺細胞一路繁殖 所以中大,將紅性荷爾蒙減少了紅性荷爾蒙 因為減少了紅性荷爾蒙,可以想像是有病發症 因為副作用,副作用就是我們男人也說 有時會揚毀 所以吃這種藥,我們未吃之前會問問 如果你會否有這個問題 不是每個人都會有 但因為你知道它基本上會影響荷爾蒙的話 所以影響你的性生活的機會會大一些 或者沒有所謂,或者影響不到 但起碼未吃之前要講講 但這是另一個話題,你大年紀 反而紅性荷爾蒙的那些是旺盛的 但亦會影響到前列腺 或者正如紅性荷爾蒙,去到前列腺它有一個反應 所以那些都要減起來 所以每個人要看看是否可以 說回第一種藥,例如將尿道放鬆 其中一個副作用,很可能 少數人會影響血壓 因為血管和血管都是一個管 血壓壓力是控制壓力 如果放鬆,很多時候會令血壓降低 但通常我們開的藥是特別指定 只會影響前列腺療管 但當然少數人都會影響周圍的血壓 不是說不會,就是要講明 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剛才提到藥物可以幫助 如果藥物都幫助不到,要怎樣做呢 剛才我講了兩種,其實還有其他種類 先講另一種,例如膀胱 有時無緣無故不需要小便 它都說要小便 它自己有一點點,神經有一點錯亂 即是老的問題 又有另一種藥,將它鎮靜一下 膀胱、小便的神經,又有那種藥物 甚至反過來,另外一種藥物 藥物就是偉哥 偉哥的其中一種 亦可以幫助把血管放鬆 所以譬如,如果自己本身已經有陽位 而亦可以調換成吃藥物 可以利用這個副作用,所謂更好 它同時也有前列腺肥帶 前列腺肥帶 反正你都需要吃藥物 這樣就有一點矛盾 剛才你說前列腺肥帶的話 吃一些藥物會令到可能會陽位 但現在另外一種藥物又可以反而不同 對,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藥物 一種藥物,我先講清楚 一種藥物,它的藥性 就是將你的紅性 那就是影響前列腺肥帶 但另一個就是影響療館 所以那兩個藥物,真正的作用是不同的 發揮的地方是不同的 不同的依法 不同的依法 但亦達到目標 就是因為最重要的 如果是藍營的話,當然是選第二那個 可以這樣說 怎會無端選第一那個 但如果有一個副作用 你要小心,就是吃得太多 血量都會降低 因為它是放鬆的血管 所以很多時候吃得太多 可以說陽具很好 但是暈 但第一,即是控制寒爾蒙那個 控制寒爾蒙那個 可能兩個都是自標不自本的 當然 這個時間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不如說說 有什麼可能有沒有新科技 可以控制到前列腺肥帶 好,繼續回來 由安樂居呈現的北路80 今天請來安樂居的 在理醫療總監白幹榮醫生 白醫生剛才說過 原來醫治的方法也有很多種 其實剛才你說的藥物已經分了兩三種不同 已經是 剛才我們講過一個話題 跟著在剛才拍攝後面 講過的時間 你說的就是 為什麼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要選擇一些影響性生活 或者一些沒有影響性生活的藥物 其實為什麼醫生會開不同的藥 可能是同一個效果 基本上是強弱的問題 多數你最初有症狀 如果可以有稍為簡單 沒有這麼強的藥 可以讓你膚脹會少很多 所以譬如不會影響血壓這麼大 所以普通科 家庭科會先開那種 尿管會先開少許 讓小便可以容易出來 即是只開尿管 沒有這麼強的 沒有這麼強的 第一家要先開鬆尿管 可以說是鬆尿管 那是第一個藥 然後如果不行的話 第二藥就會有少少影響 讓鴻性荷爾蒙那個 讓它的前列腺不要撞得那麼快 那就是第二種藥 基本上我們家庭科 就是注診醫生 會開那兩種藥 如果那兩種藥都控制不到 我們就會轉介你專科 為什麼呢 因為你轉介專科的時候 他們就會衡量 究竟你都控制不到原因是什麼 是否膀胱很敏感 或者是需要更加強力一點的藥 來把你的尿管開鬆一點 剛才我所說 鴻鴨那種藥強很多 膚章會大很多 很容易會暈的 所以有時燕疏未必會包 燕疏問題有時候 所以那些藥就一定要去專科那邊 去申請才會用 明白 所以有不同的藥 有不同的用法 或者那個專科了解到 其實不關尿管的問題 不關腫瘡的問題 是你的膀胱太過活躍 所以可以令那種藥 令到膀胱不太活躍 所以那些藥其實會複雜很多 膚章量會大很多 變成一定要專科 去悉心去看著 剛才開那種藥 沒錯 而且我也想知道 除了藥物 我們一會再講 有什麼新的科技 可以幫助 其實除了藥物 可能再嚴重一點 是否要做手術 如果藥物都控制不到 事實上 吃完所有的藥 晚上還要小便五次 睡眠質素很差 真的不行 或者真的找到有癌症 當然要做手術 做手術 基本上有兩大種 一種是以前古代的 把小腹打開 把整個前列腺拿出來的 那些是很大 以前的 很大的手術 現在基本上都不會做那些 如果真的要做手術的話 它就會經過你那個 藥具的輸料管的口 會把管放進去 當然先把管放進去 當然 進去之後 然後它有很多不同的辦法 譬如說用激光 或者用微波 或者用一個電圈 將你那個 基本上進去管 打開之後 然後就 將你那個前列腺 用小部分 要不就 做一個擦一擦 讓它有個洞 或者有部分 如果真的肥大得很厲害 它會用小小的纖維出來 前列腺腫大了 即是多餘的纖維 把它割出來 這樣就通了 通了很多 但是要看看 究竟用哪一個辦法 剛才我講了 已經有幾種了 以前那種 就這樣用電圈來改了它 現在又有激光 又有微波 甚至用一個很強力的水 來去沖開它 傳染有很多不同 或者進去做支撐 打開它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但是否危險呢 例如做這些手術 第一件事要看看 你自己本身有沒有其他病發症 譬如你吃什麼藥 譬如你自己本身 因為有其他症狀 你吃可以吸血藥 那個就變成要小心 因為你做完手術 你不想會流血不止 所以要用那個辦法 譬如說 譬如要看前線有多大 真的大的話 只是有某種手術可以做 小的選擇會較多 就是這樣 譬如說你又大 而且又在吃吸血劑的話 變成一個選擇 譬如說 一割的時候要馬上止血 可以一邊割邊止血 譬如用電圈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 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當然你要諮詢專科 專科會要解釋 看看你用哪一種最適合 其實現在 有沒有一些新科技 應付這些前線飛帶 譬如說支撐 譬如說用微波 最新其實有一種水的辦法 特別一種水 是很強力的水 來做很新的科技 即是做一次就可以了 做一次就可以了 但希望你不一定一次就可以了 看看你的稅數 除了之後 如果繼續大的話 可能要回去再做 有時候會回去再做 如果你這樣說 譬如切割那樣 即是做了些纖維出來 或是做個洞出來的那些 它遲些會不會又生回來 所以都不是永久性 但反而你說支撐那個 可能是永久性 會不會 都未必 因為你做些東西 去支撐著 撐開 但有時候它真的大得很厲害 都逼迫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要看看哪種 所以你說如果是糖尿病 血壓高 膽固醇那些是長期病患 其實前線肥大 都是長手尾 都不可以說真的搞定它 是的 就是希望它那個 主要就是希望它肥大 但沒有那麼快 那可能做完手術 都要保持著吃藥 是的 多數都會保持著吃藥 是的 多數都會保持著吃藥 有時候因為它做好手術之後 它打開個洞 已經暢通了 就不需要吃藥一段時間 很多時候很有趣 做了手術可以停藥 但是慢慢慢慢過了兩三四年之後 它又是肥大 到那時候不一定要做手術 又可以吃藥 又可以延長一段時間 好 這個時間你休息一會 因為回來講講 譬如在飲食方面 或者其他方面 怎樣可以幫助到前列腺肥大的病人 以及在心理上 會不會有影響等等 一會兒再談 好 繼續回來就是 北到八十 剛才白醫生說過 有什麼新的科技 以及究竟如何 醫治前列腺肥大 我想知道 有些人說 可不可以不要吃太多藥 或者可不可以不做手術 有沒有一些自然的方法 可以幫助到這個病 西方來說 當然有西方的草藥 西方的草藥來講 最重要是Saw Palmetto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中文那個是怎麼說的 有些其他是非洲出來的藥 他們做過長遠的研究 覺得它的效力不是太顯著 加上完全沒有 但不是很顯著 比起西藥來講 另外最擔心的是 因為他們沒有藥物管理 就算他們說是那種藥 或是真的那種藥 我們剛才聽說 是賣假藥 因為他們沒有管制 所以很多時候醫學界 就說盡量不要吃 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但反過來 你說到中醫 中醫有另一個說法 中醫當然 到男性 上一年幾間 我們所謂叫腎虛 不就是腎虛 腎虛來講 也要看你有腎陽 腎氣 腎陰 那些 首先說白醫生 也有中醫的資格 可以這樣說 其實是什麼呢 是註冊的中醫還是怎樣 我是註冊的中醫 我是註冊的中醫 我是Licensed Acupuncturist 所以他很有這方面的知識 中西合璧 當然你應該去找一個所謂讀過中醫的中醫師去把脈 真正做一個全面的評估 不是讀過是要有牌才好些 做一個全面的評估 看看你是否真的腎虛 就算是腎虛也好 是腎陽、腎陰和腎氣哪種虛 然後才可以開一個藥方給你 可能會幫助 為什麼呢 因為西醫來說 今天我們講過前列腺肥帶 但在中醫來說 一定會有其他的症狀 不只是尿頻這麼簡單 譬如說你的睡眠不好 會不會導致你陰虛 或者譬如說你的人本身會很容易怕冷 上一年多都說你會很容易怕冷 那會不會是腎陽虛 是吧 或者你會看到你腸胃也可能有些不舒服 尤其是腎陽虛的人 不只是腎兵的問題 早上無論白事 五點鐘就會去大便 大便只會很躺射 那些不同的症狀 去看看你 是否真真正正 總括來說 是腎陽、腎氣的虛 然後就開藥給你 然後醫治的時候 你會發覺人會暖一點 譬如說大便沒有那麼躺射 然後發覺小便也沒有那麼躺射 即是你講到中醫的角度 中醫的角度 但是剛才你說 即是我們現在講前列腺肥 但你覺得在中醫角度來說 可能不只是關於前列腺 可能是關於腎的方面 對 所以變成會全面一點 去醫治整個身體來說 然後會發覺 醫治整個身體後 發覺自己的小便頻密會少了 正常 變成間接醫好 即是將改善 前列腺肥大的症狀 剛才你說過 飲食方面 西醫也有一些有飲食的東西 你說過草藥 例如說 在中醫角度來說 這些是否經常都聽到 中醫角說 腎可以吃什麼 喝什麼湯 那些就是幫助 所以我們不會說 特別是為了小便頻密 去醫治你的食物 譬如說你有其他的問題 大致上 中醫就說 你有腎陽虛 腎氣虛 什麼虛都好 然後就會叫你吃什麼湯 喝什麼藥 那些就是藥線 譬如說 煲裡頭可以加一些刀粽 或者用吐司紙 所以那些全部都對腎陽 那些會有幫助 當然可以開個藥方給你 金貴腎氣卷等 全部都是另外一回事 其實我們有機會請法醫生 上來講講他中醫之路 即是他在中醫方面 他直接去到中國大陸那邊 我們找一集 也想你詳細講講 這個時間我想講講 在運動方面有沒有幫助 西醫他們研究過就沒有 都沒有什麼 就不是說你減肥 或者什麼 他就會幫助到那個前列腺肿 但沒有 是沒有的 那如果真的有前列腺肥 但剛才講過怎樣醫治 上一集就講過 為什麼有前列腺肥大 那在心理上呢 健康 即是在我們生活上一定有影響 或者在生理上一定有影響 在心理方面會不會有影響 當然 那你譬如說心理來說 你睡覺睡得不好 一定會影響你的精神 精神不能說你自然而 那些人會容易脆喪一些 精神不能說 容易憂鬱一些 或者容易容易猛症一些 當然會有 那調出來我們要講 剛才我們說 好不好去研究 覺得自己是否真的有癌症呢 那些這樣 所以為什麼說如果沒有症狀 的話 我們不會建議 一定要硬去 去測試前列腺肥大 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不會影響你的心理 是 是 譬如說有少少 無緣無故走去 沒有症狀的 看到指數 好像是1.5 這樣 不太多 會不會有少少呢 我會不會有呢 這樣就會影響 然後 當然 其實每一個測試 我們所謂叫做false positive 譬如說 第一次做了 好像多了 其實可能某某原因 數字高了 其實不是真的這麼高 你再做的時候 回復正常 強硬令到幾個月 無端白試去擔心 那就不好了 其實一擔心的時候 可能令到自己有 另外的心理問題出現了 例如Ansiety 即是焦慮症 又或者以為自己有大病的抑鬱等等 所以真的有些人 現在有時Online 即是Internet 網路很方便 有時候 很多人我聽過很多故事 就是自己嚇到自己 上去看很多資料 以為自己有一個絕症 其實原來是很簡單一些 可能是精神不太好等等 所以大家 最好有什麼都是 不要自己嚇自己 問回自己的家庭醫生 沒錯 這個就是最要幫助自己 因為有時真的 很多時候 心理會影響到生理 是的 今天謝謝安樂居的 在理醫療總監 白幹明醫生 白醫生 希望下次再見 可以講講 你中醫之路 好 謝謝你 剛才聽到白醫生說的 如何做手術 即是感覺到什麼叫男人最痛 即是起碼你還感覺到那個感覺 即是感覺到那個痛 即是說你還有一塊 所以記住 有什麼事 問一問家庭醫生 還有一定要病向前中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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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